假如说同样是两个28岁的年轻人 两个人都有30万 然后假买了房子 也没有拿这30万买房子 您觉得这两个人的人生会有什么 就是走走走会有什么偏差吗 我自己觉得如果说 简单的从这个30万块钱的未来考量 我们不考虑这个人 从那30万块钱来考量的话 你买了房子的肯定值了 因为房价都不断地上涨 还是上涨来挺快的 但是如果说你那30万块钱 有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你去创业或者是做其他的事 能得到更好的回报的话 那将来这两个人就不太一样 那对于他们两个人的心态上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所以这个心态就看 我觉得他是自己这个心态怎么样 就是说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你是不是把买房子 或者拥有一个房子 当成那么重要的事 还是就是说这个 把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事业 创业或者其他的东西 当成更主要的事 因为买房子本身 它不是个 买了房子就完了 买了房子 你有30万 那时候在北京 你只能付个首付 还有贷款 贷款这个东西就会改变你的人生 你就锁定了 这房子就给你锁死了 因为你的要工作 你不敢轻易丢掉这个工作 你用你工作的工资来付贷款 所以这样的话把人会约束得很厉害 所以我自己 你看我说了好多 这自己就是 除非你真有钱 或者说父母 什么其他的 能给你支持这个 我自己觉得 大家年轻人 如果说简单的把自己 因为这个房子给锁定了 从28岁到38岁 这段年龄的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选择